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一位战术 他在这里只杀将近20年了 那么这次我就要找到他 我相信他会告诉我 这里发生巨大变化的真正原因 你好 你是不是战术啊 你们这边的基地太漂亮了 环境非常的美对啊 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做到的呀 我们用了18年时间 这仅仅是一个很小的一块 那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可以啊 你要了解这个基地真正的自杀 肯定不在这儿 在外面 这个是真的有草原的感觉 这个是我种的紫花木许 它可以把空气主的好多养分 固定在土壤里面 实际种草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良土壤 我不想跟国产药花肥 跟天药肥料 你看在这种平静的土地上 能接出来这么小的土地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是你们工作人员 是吧 是 你好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就是采亮 你别看戴的草帽 都是博士 哦 我知道 拜拜 我这个地方除了沙子座 还有一多就是专家 教授 博士座 哦 对 你可以和他们具体聊一聊 好 没问题 在沙漠里面 沙化土壤比较贫瘠 那么我们就想做一些平衡调控的实验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实验 就是把我们 比如这个豆河植物的紫水槐 把它粉碎以后 你看加到我们这个里面来 通过分解以后就会变成土壤龙的养分 供植物吸收和利用 那你们现在实验的成果怎么样 通过我们的观测 能够把这个整个生产系统消耗了多少水分 这个大气降水补给了多少水分 还用不利用地下水 想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您好 这个植物叫长冰点糖 然后它果实的这个果儿 可以做这个油油 而且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药材 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化妆品 它的果壳可以做活性碳 心腹能力很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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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